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威尔市中心的银行大楼 发生严重枪击事件 包含枪手在内总共造成六死九伤 警方公布攻坚密录器 惊悚对峙的画面全部曝光 两名远警鹤枪走上银行外的阶梯 朝大门迈进 突然间枪声大作 一名二十六岁的远警当场头部重弹倒地 才到值十天的菜鸟警察从阶梯上摔下来 他爬起来后赶紧找掩蔽 紧接着又是一阵枪声大作 警方赶抵现场五分钟就击毙枪手 二十五岁的凶手施特金是事发银行的职员 疑似因不满被解雇 在早上八点半持AR15攻击步枪 闯进会议室枪杀正在开早会的人 五名被射杀的死者都是枪手的前同事 他甚至冷血的透过IG直播行凶过程 根据个人资料 施特金在银行担任初级主管 他拥有阿拉巴马大学金融硕士的学位 外形阳光帅气 高中时还曾经是篮球校队的明星 亲友之间没有人敢相信 他会犯下这样的滔天大案 据报道他在犯案前曾留言给他一位友人 说他要杀光银行所有人 事发当时枪声大作 好几名银行行员将自己反锁 在金库里面逃过一劫 警方说枪手使用的AR15部枪是合法购买 之后可能会再遭到拍卖 让杀人凶器重返街头 根据统计今年以来 全美已经发生146起大型枪击案 接连上演的枪击事件 俨然成为常态 记者综合报道 脑力后自己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还有主播出轮物 CTI44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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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